哈喽大家 在我们吃完了Papa Asia之后呢 Pincoi设计当然也不能错过啦 在这里呢 会有很多我们平常就很喜欢的 创作品牌都来摆摊哦 那我们就一起去 试试一下吧 和Papa Asia在同一个星期举行的 Pincoi风设计 今年邀请了160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参与 我们一进到会场 会先看到一个很有未来感的机舱空间 还有机场的行李盘 这里主要是呈现跨境设计馆的创意会集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次各品牌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吧 可爱小动物界 我心头首选的Maruko小画室 在这场盛会当中 推出的取消带新品 就是甜点小卖车 小兔子开了蛋糕店 小企鹅有冰淇淋苏打 其他还有舒服雷松饼 和布丁等各种小卖车 搭配正在吃点心的小可爱们 实在是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还有这些可口的美食 这一回的转印贴纸有五款新品 有一些图样和早期我们的纸交代收藏 类似 很欠大家进步一顿 还有我们先前开箱过的 小动物美食塔罗牌 设计很美丽 也很切合主题 很多美食看了都想要吃 真的是甜蜜的罪恶 那旁边耶诞捷克卡 也洁庆感十足 不过我买回来之后 有很大几率是收藏 实在是神物的送人 那至于这场市集的重头戏 我会觉得是这一款 街角的猫咪吃茶店 日付水晶印章组 这边有四个大框框 四个小条 所以组合都超级可爱 有好吸睛哦 我们到乐意的摊位 可以看见很多美美的花圈 这次的主要的新品 首先是剪花 出亮坯 酱色杜鹃花也是 再来是耶诞捷的全新大作 Merry Christmas 小鹿搭配了红黄色系的圣诞红 完全是佳节拼贴必备 另外还有这一个 很有气质的永花永生花 美丽新品 还有各种不同的花花 每次都是必须要跟团的等级 明王大在拼扣一世纪呈现的 是我们先前来文博会 有介绍过的小杯杯 还有纸胶带 以及美丽的笔记本们 我这次有挑了一些 直接当礼物送人 这个系列 真的是很有质感的选择 各位可以列入到送礼清单哦 那这一次 品牌重头戏还有两样 先来看到 2024花开的样子 水彩植物366可思日历 我心情有做短片单独开箱 各位看一下 若草色的盒子 带有春天长出新芽的清新感 再看整本日历 再买66天 每个星期都是一种花卉的成长史 还是有上下方的两条丝线 其他更多内容呢 我会在未来的日历特辑 做完整呈现哦 第二项重磅新品 是2024花开的样子 水彩植物手帐 前面我们看到日历 是一个星期一种花卉 那这一本手帐 是以12种 很好种植的小花当成主角 版面配置有年历 年月计划 月记事 周记事 笔记页 绝对很够你书写 那这一本 我会放在之后的 年度手帐影片来介绍 我们先匹匹匹匹匹一下 再来 看到佩佩的两位小兔子 这一回带来小兔旅行票券 明信片 还有之前 文博会我抽到的 鸡蛋花烫金套卡 那我最喜欢的还是玉京香 可惜我和她的缘分还不够啊 这次画面上 呈现比较多的纸招带 不过呢 他们家出的节庆小卡片 有很适合12月的款式哦 各位可以特别特别留意 我只在乎你 这次带来很多这种 可爱的大贴纸 无论是小动物还是人物 他们都非常适合 搭上疫情解封之后的旅游巢 另外呢 可以贴在行李箱当装饰啦 哦对了 很适合做布卡的BB画画 现在这些可爱的妹子 选择更多咯 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呢 好 这次想和各位分享这个品牌 山羊先生 是台湾的手绘品牌 作品风格很强烈 各位看一下他们家的文创商品门 不管是手杖 贴纸 还是小卡片 都是这种用色很饱满 整体带有复古又灰鞋的气质 看这些图样和文字搭配啊 非常有趣 还有这种 幽浮和牛牛的耳环款耶 他们有出传统小贴纸 还有出这种小铁盒贴纸 但我觉得最特别的 是这种口袋玻璃贴纸 这个呢 通常是小朋友会玩的 一个小宝盒里面 有人物和各种的场景 他把这个系列 弄成贴纸组 非常有个性的设计耶 我一看就特别喜欢 另外呢 我还买了幽浮 以及下猫下狗小贴纸 都是透明款的 来看看方妮的他们吧 我在拼扣一世纪 注意到的最后一个品牌 是郭公馆工作室 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使用到春联嘛 那这个品牌 专门出这种 有一些很可爱 有一些很幽默的春联 以及红包袋等商品 像这张夹心啊 可以给你各位的老板看 希望让大家心满意足过好年 然后呢 过年包红包出去 就给他们看一下 数千伤感情也很合心合理吧 以上是我在拼扣一世纪 浅逛的心得 12月份 还有很多世纪可以参与哦 不要错过年末欢乐月啦 各位喜欢影片当中 哪一些品牌 或哪一些好物 还是说想要推荐什么样的酷东西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下周影片见啦 拜拜